冬季要到啦 當然不能少的湯圓小寶貝囉 你知道湯圓要怎麼吃才能好吃不發胖嗎 Emma今天教你 好吃的湯圓不能少 熱量控制剛剛好的小秘訣喔 今天Emma選了兩家鹹甜各一的湯圓 比較他們的營養標示 教大家怎麼吃湯圓喔 第一款義美芝麻湯圓 它每100公克裡面有361大卡 換算成一顆大概是72大卡 那第二款湯圓是桂罐的芝麻湯圓 每100公克也有389大卡 換算成一顆大概78大卡 其實一顆差了6卡 算起來4顆大概都是一碗飯的熱量 其他數值比起來是差不多的 所以就看大家喜歡吃哪一種口味 他們兩個評比是不相上下的 還有一個看似不起眼 但卻很容易忽略的角色 湯頭 他才是魔王級的狠角色 所以Emma建議你可以這樣做 以清湯為主降低糖量 花生湯或是紅豆湯 隨便都要200到300大卡起跳 而且紅豆都是用蜜紅豆去做成的 加上湯圓的熱量 吃起來真的非常的驚人 可以用本身帶有甜度的食材 桂圓 紅棗 當作湯底 既可以滿足有料的口感 又可以減少精緻糖的添加喔 再來以低熱量的代糖 赤藻糖醇 像是這個 可以在釀飯店或是藥局找到它 取代高熱量的 砂糖黑糖 可以減少部分熱量的來源喔 現在還有一種新吃法 是把湯圓包在起酥片裡 拿到氣炸鍋裡炸 酥酥脆脆超好吃 但是要享有這種口感 是一層又一層的油脂堆疊起來的 這是一個澱粉跟脂肪都爆高的食物 一顆起酥湯圓要130卡 吃兩顆熱量就直逼一碗飯囉 接下來是鹹湯圓 選了客家跟鮮肉兩種湯圓來做比較 那客家鹹湯圓每100公克有277大卡 鮮肉湯圓呢 每100公克有302大卡 不過細看裡面的成分啊 我發現客家鹹湯圓 裡面有比較多的食品添加物 建議大家選鮮肉湯圓會比較好一些 但鹹湯的湯底才有可能是你熱量爆掉的地方 湯底的製作通常是用大量的油 蔥 蒜跟肥肉去爆香 加入高湯提升香味 可以把高湯拿去冰箱裡 把硬化的油撈起來 或是改成用蔬菜 菇類 昆布來熬湯 肥豬肉改成瘦豬肉 減少爆香的油量 提醒大家 4顆湯圓是一碗飯 了解自己平常的飯量 吃半碗的就改吃2顆 湯圓是糯米製成的 糯米的化學結構跟一般澱粉不一樣 有質電跟汁電組成 質電可以消化的很快 所以血糖波動很大 汁電卻不容易消化 所以容易脹氣跟消化不良的人 建議潛藏就好囉 糖尿病患者建議以鹹湯圓為主 增加蔬菜量穩定血糖 高血壓 鹹湯圓的湯頭要注意調整鹹度 避免攝取過多的鈉 高血脂則是要把湯上的動物油撈起來 減少脂肪的攝取喔 鹹湯圓跟鹹湯圓 你喜歡哪一種 歡迎留言跟我分享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